欢迎收看谈古论经话中医 高血压是脑中风、脑血管疾病、肾脏病等等的重大慢性疾病的危险因子 血压会受到年龄、肥胖、运动、甚至抽烟等等的影响 很多人他血压升高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 因此也很容易被人家忽视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 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中医师工会兼市长林源泉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林医师你好 丹尼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林医师就是很多人都会说 我可能血压比较高 我有高血压要吃降血压的药 那很多人吃降血压的药 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自己的血压会变高 那是不是先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就是高血压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好的 高血压的定义 我们一般来讲 人在禁止状态之下 当我们量测的血压 缩缩压超过140毫米拱柱 疏张压超过90毫米拱柱 这个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定义 一般很多有高血压的病人 他是没有症状的时候是自己没什么感觉 那最常见到的就是先有现阴开始 就头晕晕的 对 现阴然后有心剂的状态 心跳会很快 容易疲倦 甚至会失眠 严重的有的会呕吐 造成严重的戳搓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高血压它会有心剂会头晕 低血压不是也会头晕吗 一样会头晕 这两个差别是在哪里 一般高血压的头晕它是属于现阴的 低血压的阴它是比较属于无力 没有力气的那种阴滑 理解理解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有高血压就是看到 我们的表现上是有眩晕 跟就是心剂 就是可能比较亢奋的那种状态 那么如果高血压 如果不去管它 会不会产生其他的病发症 一般高血压的病发症 常见的有六个 就是心脏的病变 比如说高血压的人 它会造成心势回大 久了会造成心脏衰竭 甚至就造成冠状动脉的一个阻塞 所以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 主要的一个因素 所造成的 高血压也会造成动脉硬化 血管流 大动脉的硬化症 甚至有的主动膜会剥离 会阻塞血管 我们最清楚 高血压是中风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高血压会造成脑部的许多病变 比如说脑血管塞住了 我们叫脑酸塞 甚至会造成脑内出血 我们叫脑浴血 脑中风 甚至会造成猪猪膜下腔的一个出血 这个也都是高血压造成的一些并发症 再来我们就谈到眼睛 眼睛的病变是因为眼睛动脉的狭窄 甚至会造成视网膜退化 黄斑部的一个水肿 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失明 眼睛会看不到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高血压 有这么多的一个并发症 我们不得不留意 还有造成肾脏方面的一个疾病 长期的高血压会造成蛋白尿 或者是症状的功能下降 还有就是周边血管的循环功能 高血压的人也会常常感觉 手会麻麻的 胀胀的 末梢血管的硬化 这些并发症都会存在的 那以前并没有所谓的血压剂的发明 就是古时候 那他们怎么去判断说 这个患者他是有高血压的症状呢 我们刚才有提过了 高血压的症状最明显就是 头痛 头阴 甚至会容易造成恶民嘛 这个是症状上 那其实早期中医 在诊断高血压是透过试诊 就是望闻问切 透过这些诊断方法 来察觉高血压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用眼睛来看 我们常常讲 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 他是属于那个脸红脖子粗 脖子短短的好像脸色偏红 这个我们就讲了气血上冲嘛 就是一种高血压的一个迹象出来 那甚至呢 在我们身体有很多的一个特征 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 一般就像我这种有兔头的 这也是高血压症状吗 兔头的一般的特征就是 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险族群 也就是 这样研究 也容易患高血压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耳垂 如果有一条很稳 尤其是中老年人 有一条我们叫冠心沟 或者是耳垂株很厚 我们说耳垂株后是有服气 但是也是高血脂型的 血管也比较容易硬化 有所谓血压高的一个现象 可是这个耳朵后 大大不是伸出来就这样了吗 没有耳朵会随着连领 还是会有点变化 是这样好特别 第一次听到这个状态 所以就是说 你们会看一些外表的一个特征 对 就是中文讲的 就是高血压的行指 就是长相跟体质 哪一种长相 最容易罹患高血压 其实准确性还蛮高的 是喔 所以如果说 万一他头发比较凸 然后他又属于脸红脖子 出的就是百分比 就更高了一点 对对对 OKOK理解 那这是看的 那您还有说文问切 所以问也是 透过问话当中 了解他生活习惯吗 对透过医生的跟病人的交谈 哪里不舒服 那高血压的病人 他们说 我除了头硬以外 我脖子也很硬啊 有时候我手也很麻啊 然后脾气又不好 睡也睡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高血压的并发症 那文跟切呢 切就是把脉嘛 对 那我们终于透过手指头来把脉 然后这个脉搏 血压高的人 血流量因为太快 所以我们终于的术语叫 红硕脉 脉很强很快 或者是险紧的脉 这个都是属于血压亢奋 血管壁的张力过高 然后脉搏就又快又硬又急 三大的阻力就是又快 血管壁摸起来没有弹性 硬硬的 血流量怎么样 很快 很快就是终于讲的脉术 跳得非常快 那闻呢 会闻到它味道有特别的吗 不是 那终于所谓的闻就是听诊 听诊跟嗅解嘛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闻诊 那闻诊一般血压高的人火气大 一般也容易有口臭啦 然后我们听他讲话的时候啊 就会气喘叙叙的啦 或者是有的人讲话很急啊 血压高的时候跟着什么心跳快 会心悸嘛 然后会发脾气 也会有心急的一个现象 所以血压高我们也透过 讲话的速度频率啦 讲话的声音有没有很清响 讲话很急啊 很快的 这个都是代表 容易有血压高的一个现象 医生你们在望闻问切之后 应该就会替病人有一个 大概就诊断说 他是属于哪一个阵型的 要怎么样治疗了吧 对 那通常就有高血压的一个患者 他大概都会有哪些阵型 就是以中医的辩证论之来讲 我们分为四个阵型 最常见的叫肛养上抗 那肛养上抗呢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 就是说很容易发脾气 脸会红 甚至会脱阴 因为血压高就是我们讲的 血液上冲于脑的一个现象 再来就会造成睡眠不好 口臭 嘴巴很苦很干 那这个阵型呢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龙胆蟹干汤 来清热降火 把血压高的问题 把它平稳下来 那第二个类型 阴虚阳抗的阵型 那什么是阴虚呢 也就是说 我们平常火气大的人 喜欢喝一点冰冷的饮料 吃蔬果太寒了 那事实上火气又很大 喝的东西又不能解渴 造成了脾胃比较 有一点湿逆的一个现象 然后虚跟湿夹杂在一起 肠胃的功能状况也不好 然后造成了一个 然后造成了一个 喧阴啊 头痛的一个现象出来 那以这些症状呢 我们用一个 天麻 天麻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疏风解禁 解禁的意思就是减低血管壁的一个张力的一个作用 那天麻跟郭腾都是中医用来治疗高血压 很好的一个药方 所以这一个方里面对这些阴稀阳抗的体质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处方 那第三个类型叫弹湿阻腻 弹湿阻腻最主要还是要从脾胃的一个阶段去处理 弹湿的意思跟刚才那个 第二个很像 很像 它都是吃了很多的饮料啦 水果啦 我们讲就肠胃里面水分过多了 那容易有弹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会用温胆汤来改善弹饮阻隔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脾胃如果比较湿 然后比较虚的话 我们其实要把我们脾胃变温暖一点 然后让它改善这样子的一个体质就是 那第四个是属于血衣型的 那血衣型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乙大肉吃得很好 又不运动 那血衣型有一个特征 它大部分都是那种 矮矮胖胖胖壮壮的那种类型 然后这种高血压的特质是 脸部会比较红 我们讲的手指头这个末端 都会脏脏肥肥的 然后最后一节就对了 这个叫做末端循环功能不好 那甚至整个手掌会很红 红红的 有的会有一点疑点 从手掌就可以看得出这种 末梢血液循环功能不好 末梢血液循环功能不好 也是高血压所造成的其中的一个类型 所以我们会用血腐足衣汤 来改善血液腥环功能不良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是这样啊 很多人会不会想说 那我就吃降血压的药 那我是不是还需要去看中医 那看中医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一般中医是调整体质 辨证论治 因为高血压是一个病名 真正的病因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讲过了 肛阳上抗 这个是肝果大造成的高血压 我一定要从肝着索 把肝平稳了 血压就恢复了 而不是靠一个 血压高了我们把它降下来 那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我们刚才也有谈过一个血医型的 这个血路不通 血管病硬化了 我们只降压 没有把血管的硬化 让它改善 那吃降压药就是有吃有效果 不吃的时候 它又飙上来了 所以高血压在现在的医学领域 就是要吃一辈子的药 那如果我们来看中医 高血压真的可以治到好 不用每天吃降压药 这个是中医的优势跟特点 也就是说从根本治疗 调整体质 让体质真正的改善以后 高血压好了 这样很好 就是说至少我们是不用 莫名其妙就一直吃一堆药 就是我们从理解我们的体质 然后改善我们的体质开始 那么观众朋友在平常的时候 如果已经有高血压 会不会可以透过按摩 然后也让我们的血压 可以慢慢的保持平衡呢 可以的 因为中医注重很多 穴道的一个治疗 我们知道血压高的时候 血是冲到脑部的 对 能够调节脑的循环功能 跟血流量 有一个很好的穴位 叫做风磁穴 那风磁穴是在我们大脑的 整骨后面 我们一般可以手这样 污着耳朵 大拇指往整骨这样顺着 压下来 这个地方 就有压下去会酸酸的 它有洗脑作用 有改善大脑的血流量的一个功能 我们一般可以用楼的功能 这样来按 或者是由下往上提 由下往上提 这样 手是这样 这大拇指压着风磁穴 由下往上提 那个穴位刚好在整骨的凹窝底下 我们这样提上去 哇 很舒服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是 还有一个叫取齿穴 其实是我们的手肘弯的地方 我们用大拇指这样压过来 这个地方 凹凹的地方 凹凹的地方 按下去呢 酸酸的 酸酸的 这个有疏风 镇静 降低血压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比较好找的 我们叫内观穴 内观一般在我们的长横稳 我们用三个手指头 在两条筋的中间 这个穴位是一般我们调节心脏功能 最好的一个穴位 比如说你血压膏造成的心悸 或是胸闷的时候 我们就按内观 这个部位 那如果是在脚部的呢 脚部脚底下 脚趾头前眼伸 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个叫永泉穴 永泉穴也可以降血压 对 因为我们常常讲水火要平衡嘛 那这个永泉穴是肾脏的穴位 它可以刺激肾脏荷尔蒙的昏迷 我们终于叫什么 补水以致火 血压高的时候不是火往上冲 那我们按了脚底下的永泉穴的时候 补充我们的圣经 我们的水分以后 那个血压就会慢慢的降下来 那医生我请问一下 风池穴旁边还有一个比较近的叫天柱穴 这个也会对降血压是有帮助的吗 因为通常人家按不是都会差不多附近 就会一起按一按 所以只要是头颈部 包括我们脖子后面有两条很粗的筋 天柱穴就是这两条大筋旁边按下去 那所有的穴位应该都是接近整骨炎 你摸到你的整骨后面 跟脖子连结的这个部分 你去把它压 这个部位有好几个穴道 还有一个风辅穴 也在风池穴旁边 反正就是横的去按一按一按就是 基本上从这里去按 对整个脑部的血流量 降脑压 疏风醒脑 甚至有人喝醉酒了 头纷纷迷迷的醒不过来 我们都可以按风直线来做醒酒 来降压 来促进脑血流量的一个改善 那讲到这个促进脑血流量的改善 就是平常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茶饮 来让我们的那个血压的状态呢 保持一个平衡 那要介绍什么样的茶饮呢 我们介绍葛根茶 葛根在中医来讲 它是可以治疗脖子僵硬的 就等同需要的肌肉松弑剂 这么特别 它可以放松肌肉软化血管 还有舒风清热的一个效果 那葛根要怎么选 在中医房一般的人我们要怎么去选 这个葛根是好还是不好 葛根我们在显购的时候最怕是什么 薰过硫磺 薰过硫磺会很白 白得很漂亮 就像白纸 那么白 那葛根一般我们买过来 应该是像这样米房色的葛根 然后闻起来不要有硫磺味 OK 硫磺味是什么 酸酸的 酸酸 那那种葛根吃下去对我们的联膜会有造成伤害 反而会造成血压更亢奋 那葛根茶最主要是不用煮很久 它有很好的一个灰花植物精油 如果煮太久它反而会流失一些有效成分 理解 所以一般我们煮葛根的话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建议我们观众也可以这样来处理 我们可以拿一个保温杯 然后葛根把它弄顺一点 直接保温杯里面加热开水 滚过了开水把它闷着 闷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倒出来喝也可以 这样挺方便的 就要用冲泡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已经是煮好的 葛根茶 来试喝一下 就是它的颜色看起来很漂亮 就很清爽的那个米房色 对颜色是米房色的 金黄通通 那闻起来有点清香味 喝起来也蛮好喝的 蛮好喝的 淡淡的口感很顺 所以高血压 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头鹰脖子紧紧的 你葛根茶喝完的时候 你感觉脖子就松软掉了 这可以当中医的降压药 那如果说是这个 还要有什么样加味的话 会怎么样调整呢 有两个药也非常棒 刚才有提到一个药方叫什么 钩藤天麻蚁 钩藤天麻蚁 所以我们建议民众 可以买好的天麻 切成薄片 跟葛根 还有呢 加一部分的钩藤 我们都可以给它泡在那个 保温瓶里面 焖泡30分钟后再喝 它的有效成分就会适出 然后吃起来效果非常好 是 那尔医师你在这个 诊治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那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属于那种我们叫做壮实的体型嘛 那平常脸都很红喔 脾气也很不好 很容易心急嘛 那这个都是检查起来都是典型的高血压 也长期服用的降压药 那一直也没有办法维持很平稳嘛 那透过我们临床的治疗 那透过我们临床的治疗 我们用了很多中药的龙胆草啦 黄脸啦 石膏以及天麻沟疼这一类的 因为脸红的人我们刚才提过了 属于血衣型的 然后我们会加川丹森跟红花 下去给病人治疗 那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以后呢 我们大概一个疗程三个月嘛 那病人的血压就非常稳定 效果也很好 也改善了血液新环 手就不会感觉麻麻的 那那个手指头脏脏的状况 都改善得非常多 所以后来有再复发吗 没有 就调整好 它就是维持稳定的状态 对 除了病人 他的饮食没有节制 又吃太好 那可能真的就有机会会再复发 是 讲到饮食呢 有没有提醒观众朋友就说 哪些饮食是特别要忌口 对于高血压的人 高血压我们最清楚 就是不能吃太刺激的食物 我们最知道 高血压人不能喝咖啡 是哦 不能喝酒 不能抽烟 对不对 再来就是辛辣类的东西 比如说你喜欢吃麻辣锅 你高血压你可能就要牺牲了 不能随便乱吃 是 今天我非常感谢 医师的节目现场 我想观众朋友 今天收看的节目 应该对高血压的一个起因 然后对应我们的身体 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甚至可能我们都要去改变一下观念 调整调整一下我们体质 所以我们的高血压症状也就能缓解 再次谢谢医生到现场 谢谢您 谢谢 我们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下次再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